从上海来到横滨中华街 二十多年的马双喜 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从一家小餐饮店做起 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多家店铺 另于七年前 开了这家料理教室 教授大家制作中国菜籽和传统点心 临近中秋节 他还组织了许多老华侨在一起 学习制作月饼 现在很方便 糖水也不用熬了 也有 也有 然后豆沙也不用自己炒了 也有 所以做起来月饼 很方便 我就想如果这个月饼这么方便的话 就让更加多 更多的人 知道咱们中国月饼 中国传统的那个食文化 月饼文化 想把这些月饼介绍给大家 调馅料包面皮 不到二十分钟 香喷喷的豆沙蛋黄月饼 就从烤箱里新鲜出了 大家品尝着自己 亲手制作的月饼 聚在一起 交流着刚刚学作月饼的兴奋 也回忆着他们的岁月往事 今まで作ったことはなくて 手作りで月饼を作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を聞いたので はい 面白そうで 思ったより簡単にできたのが嬉しかったですね 興奮しました とっ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先生の教えがすごく良かったんで 二回目もやるっていうんでまた来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難しいながらも なんかすごく教え方がやっぱり上手なんで 上手くできたっていうのが やっぱり自分の中では とっても良かったと思ってます 近些年 越来越多的传统中国美食 走进了恒滨中华街 中秋节的时候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鲜肉 莲蓉 豆沙 等等各种各样的月饼 传统的中国美食当中 蕴含着的是浓浓的思香芹 而在这里通过感受到 国大今生的中华文化 也让更多的当地朋友 期待着去中国看一看 その月見っていう文化があるよっていう サラッとした感じで知ってます コロナが収まったら 中国行って美味しいもの食べたり 観光したりしたいです 高校生とかそのくらい 友達と遊びに来て食べたって感じです 中身あんことか あとアーモンド入ってたりとか そんな感じですか やっぱりサイズも大きいんで ちょっと重いかなって感じがしました 有特意前来鴻滨中华街感受中秋氛围的日本人 还有专门选择来到这里 共度中秋佳节的中国人 在一家茶餐厅里 年轻的华侨们正团聚在一起 提前庆祝中秋节 作为新华侨一带的成辉仁师 自来到日本就在弘滨中华街打拼 他说随着祖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 海外的唐人街也灌发出新的火力 只有到中国才能吃得到东西 没想到中华街也有 然后还有现在新的各种 就是说小年轻喜欢的 有花样的这种热饼 也开始流行起来 除了让人榴莲的中国传统美食 还有丝竹之声 飘扬在这百年老街上 谢雪梅在横滨中华街 教授了七年古征 最初一个人的教室 逐渐扩大为涵盖武术 古典湖等多样课程的学校 在教室里 中日两国的孩子们 正聚精会神地练习着鼓针 弹一曲春香花月夜 表心中思香之情 奏一曲彩云追月 以秋日之美好 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随着海外华人的脚步 在世界各地开枝散烈 很多日本的朋友 听了我们的音乐 看了我们的文化 也感兴趣也想来学 也有很多日本的孩子 也来学我们的中国文化和艺术 在他们的这一带 希望能够传承下去 中国的文化艺术 能够在海外继续发扬 继续传承 我觉得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会更加努力 为了能让更多的海外华人华侨 感受到中秋的气氛 横滨中华街时隔三年 再次筹备了一场中秋赏月晚会 秋月中秋节中华文化共庆团圆 带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绝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们以茶带酒 祝中秋快乐 祝大家中秋快乐 来跟店团圆 祝大家中秋快乐